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5月7日 曼联望攻陷为思贤 周一凌晨 英超继续有好戏上演 曼联将做客挑战为思贤 曼联需要立保前四的位置 为思贤也需抢分保组 但过往交锋中曼联占据绝对上风 就算精帐做客出战 曼联依然有力奏捷而回 做客曼城惨吞三蛋之后 韦思贤已经遭遇联赛三连败 所幸的是保祖区域内的队伍 也并非十分争气 因此韦思贤在34轮过后 仍领先降班区域4分 球队还是具备一定的优势 而韦思贤经济之所以 在联赛中表现得未如理想 很大程度是因为班底不够厚实 球队目前仍有欧协联赛是要坚固 精帐之后就要面对一克玛雅的挑战 本轮赛是球队很大程度会有保留 另外主帅摩耶斯在离开曼联之后 联赛中九次面对就主无一胜机 值得二和七复的糟糕战机 这也碍于所执教的球队实力都比较弱 但精帐迪格兰赛斯的表现绝对值得关注 此子惊吓很大机会在转会市场掀起一番风雨 而曼联也是他的潜在下家 不过欧协联有机会争夺冠军的时候 正中将士肯定更为渴望在欧战这个大舞台 展示自己的实力 经扑面对真胜欲强烈的曼联 维斯贤还是不宜过分高估 阵容方面 后卫华迪美高法尔 葛特苏玛和前锋基安路卡施卡迈卡 都因伤无缘披甲 上仗与白里顿的真四关键战 曼联最后时刻因为路基舒尔禁区内 手球送给对手12码 从而全失3分 球队前四的优势已经被深厚的队伍进一步缩窄 还剩下最后五轮联赛的情况下 曼联需要重新振作 绝对不容许再次犯错 来到继尾 此前平凡一周双赛的曼联最终 也倒在了伤病这个环节当中 两大主力中坚力新度马天尼斯和拉菲尔华拉尼的伤却严重影响球队的防守 而哈利马古尼再一次出现低级失误的表现 预计难逃惊吓被清洗的命运 导致路基舒尔要踢自己并不擅长的中间位置 幸好迪基亚依然是曼联的真大腿 这位西班牙们将经济以15次零封的数据位居英超零封榜首位 正手球队最后一道防线的他在过去三次面对维斯贤的比赛中完成两次零封 另外曼联经济自从联赛开局两联败后 就没有试过各项赛事遭遇联败 这也证明坦哈格在调整方面做得十分理想 而只差一球就能追平个人生涯单赛季英超最高入球数 17球的马古斯拉舒福特对入球的欲望也是毋庸置疑 此子也是经济曼联进攻端最具威胁的棋子 阵容方面中长时葛麦汤米尼和前锋阿力真度加拿足等人 因伤眷情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